那我請教一下承恩 確實大家會睜大眼睛看 拜登到底會不會完整的 Follow川普的國家戰略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發展 這個也不是只有美國 還有其他國家 各國對中國的威脅都提高了警覺 那麼第一個相關新聞是這個 這個叫passing the baton 就是說要交棒 這樣子是一棒要接一棒 那麼就是一個叫美國和平研究所 從2011年開始就有辦這個局 辦這個集會 就是美國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新就任要在一起要談一下說 哪一些政策我們可以繼續怎麼樣做 這次非常特別 有三屆的國安顧問都齊聚一堂 主持的人是叫萊斯 他是小布希政府的這個國安顧問 而且後來做了國務卿 那麼另外就是前任的 這個川普政府的歐布萊恩 還有現任的蘇利文 那麼蘇利文呢43歲 就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 這個國安顧問呢 他在會中呢 同意了歐布萊恩所說呢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 而且說呢美國應該盡所有的力量 把自己的價值說清楚 而且要堅持下去 他其實列了四個步驟 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第一件事他就是說拜登政府要怎麼做 第一個是要安內 就是說美國要強大才能夠對外 第二個是說要結盟 要跟這個其他的民主國家能夠結盟起來 能夠團結力量 第三個呢要作為新創的投資 比如說綠能還有這個先進的科技 第四個呢他特別是指出來 中國如果對台灣香港還有新疆所做的事情 美國要讓他知道這件事情是有後果的 那麼在結盟方面呢就看到了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美歐之間的一個是外交部門 另外一個是國家安全顧問的這個層級 都有高層對話 而且一對話之後呢就有新聞稿的發布 那麼布林肯跟這個歐盟的外交安全的高級代表 叫做波瑞爾的有對話 他們今天談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如何修復美歐之間的外交關係 第二個是說如果在氣候變遷 還有防疫上面的更加的合作 第三個是針對中國的崛起 那麼針對中國的崛起 這個兩兩方面的這個新聞稿用詞不太一樣 美國就是說明了說中國這個威脅要如何面對 歐盟反而說呢是對某些優先的安全 以及外交的事項 似乎呢歐盟好像還要跟中國 比如說在投資方面有進一步的合作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說 歐盟跟美國之間有一個高層的 中國議題的對話 這個會不會繼續的進行 就是未來的觀察點 那麼在國安的層次 他們特別針對土耳其 有做進一步的交換意見 第二個發展是一個新聞報導 這個不但是路透社 而且這個CBS都有一個特別的報導 也就是中國有家集團 叫做華大基因 那麼BGI集團呢 他在疫情的時候 offer他 他說願意幫美國三個州 華盛頓州 紐約州 還有加州 設立武漢肺炎的檢測中心 他說呢不但我們提供技術 而且我們提供最新的基因序列 而且我們還出錢 然後只要你讓我們測試就好了 結果沒有想到呢 三個州都聽了這個 安全顧問 反情報警安全中心 叫做主任叫做 艾維妮娜的建議說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因為檢測基因 就表示他可以收集生物的數據 而未來掌握生物數據 他可以未來影響到醫藥的發展 還有了解到美國人的 這個整個健康狀況 未來可能有極大的國安風險 因此三個州都拒絕了 這麼的好康的事情 那麼路透社進一步去針對華大基金 做一些研究 他發現呢 他跟軍方真的關係匪淺 第一件事是他的這個 他中間有合作論文 而且是重點的項目 研究什麼呢 研究在高海拔領域的猴子 如果有腦的損傷的時候 他的復原情況是怎麼樣 也就是說他針對高海拔的 這個戰鬥的人員 他如果受到腦傷的時候 他的一個科學的研究 第二個是對呼吸道測試的試劑 比如說SARS或是COVID的這個序列 他有一些進一步的研究 而且他們中間合作有十幾項的專利 而且呢 這個華大基因還跟國防科技大學 有做supercomputer 超級電腦的合作 而國防科技大學是被商務部列為 黑名單的 所以呢 因此這些顯示了 他跟這個 中國的國家的軍隊 有非常強的關係 那麼不單是美國 英國也做了最近一個事情 而且是外交部跟這個GCHU 就是他的情報部都說 第一個情報部說大學 以及學術機構要對於中國竊取機密 還有竊取資訊的這些行動呢 要提高警覺 而外交部針對四十四個敏感的領域說 中國的學生簽證未來不發 這個包含AI化工物理數學資訊 以及工程的系列 所以是一系列的對於中國學生呢 取得這個簽證的增加的困難度 另外還有東歐兩個國家 一個是立陶宛 立陶宛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這個成員國 他跟這個中國有一家公司叫做同方衛士 簽了一個在機場上面去安檢行李的一個合約 但是還沒有執行 在國會的審查中間 國會委員會說呢 有國安的疑慮 因為這個會蒐集情報 最後一個就是拜登中心 拜登中心2013年在賓州大學成立 那麼研究發現呢 他這前兩年半大概有兩千美元的捐獻 那麼後三年半呢 漲了三倍到了七千多萬美元 然後呢 眾議院的三個委員會的副主席聯名 這包括集合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還有教育委員會 聯名說請賓大交代下 關於跟中國的所有捐獻合約 或是計畫的合作 然後來看一下說 這個是不是中國投錢 到了賓州大學的拜登中心 好我們稍後回來